《小学教育及学前服务六题书》 要研究的就是本港三岁至五岁的学前儿童 以及六岁至十一岁小学儿童的教育问题 现时照顾六岁以下的学前儿童的机构 包括有幼儿中心和幼儿园 幼儿中心大多数是由志愿机构主办 以及获得政府的补助 以协助日间不可以适当照顾子女的低入息家庭 就在去年 在各幼儿中心受托的弟弟哥 大约有一万五千个 但是根据绿皮书指出 目前对于幼儿中心的名额 实在是需要多些的 同时对于非牟利的幼儿中心 当局是有津贴给他们的 但是绿皮书就说 就在现时的幼儿中心里面 有很多弟弟哥是不需要资助的 绿皮书又说 有些幼儿园是设有一些幼儿班 全日照顾两岁至三岁的弟弟哥 还给了膳食 所提供的其实就是幼儿中心的服务 但是这样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要提供幼儿服务 就要遵照幼儿中心条例及规例办理 而当局对于幼儿中心的服务水平 要求就较为严格了 而且幼儿中心是受社会福利署管轄 而不是教育私处 所以在幼儿园附设幼儿班 是不妥善的 在幼儿园就读的小孩 人数就比幼儿中心多很多 本港四岁至五岁的小孩 有九成是读幼儿园的 人数就有成十九万二千人 现时有很多幼儿园 在设备上也是不完善的 他们大多数是设于私人的楼宇里面 通常都不够地方 给那些学生做适当的活动 大部分的幼儿园 均属牟利性质 因此尽量收学生 是自然的事 课室方面的布置 就多数千篇一律 务求地尽其利 五游圆这种布置的方式 和学生人数更多 难免就是要采用传统的教学法 根据去年九月的统计 全港幼儿园学生 有成十九万二千人 但是其实幼儿园的总学生名额 应该只有十八万二千人 那就是多了成万人出来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 幼儿园实在是有过于擠逼的现象 至于幼儿园的师资方面 也都只有百分之七的教师 是受过适当的训练 而接受训练的机会 也是有限 绿皮书又指出 幼儿园应该发展 弟弟哥的心智 适应生活环境 和学习各种基本技能 但是现在有很多幼儿园 非但不注重发展学童的基本技能 反而倾向于集中发展 他们在中英数三科学术方面的能力 而采用的课本的程度 也都非常之深 有时用的 其实就是小学低年班的课本 功课方面也都相当繁重 现时我们就是拿幼儿园的教科书 问一下小学生 妹妹,你有几年班了? 一年 这两个字你懂得读吗? 不懂 弟弟,你今年几年班了? 一年班了 这几号数你懂得计吗? 一号数 一个月数 我不是太识计了 弟弟,你几年班了? 三年 这两个字你懂得读吗? 不懂 你今年几年班了? 二年 你读给我听一下 嗯,我不读,先生没有嫁到 那这位妹妹现在读幼儿园 心不心的呢? 她还挺心的 一天写了三四班字 那英文要读吗? 英文要读吗? 英文也要 而且她有整首的语曲 一首都有三四行的 要你念 她是有书本来教的 不是新职教学的 平时回家需要做功课呢? 要啊 要做中英算 中英数 要做多久呢? 呃,一个两个小时 呃,一个两个小时 功课呢 就多到几多 就是三样东西 但是三样东西 有时候呢 都很离谱的 有数 起码几十条 但是以她这么小的小孩来说 就较为多一点 就是多一点 哦 因为她都是小的 那最初的时候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间幼稚园呢? 听见别人说 在这间幼稚园出来 就很容易找到小学 那就基本上去试一下 那怎么知道 入到去呢 趁烦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不功课实在太多 而且那些东西 压力很大 那我觉得那小孩 那现时嘉华 有没有考到小学? 拿就拿到十间都有多 但是没有一间考到 现在一个儿子一间都没有穿 是不是考到很深? 心呢 我们都不知道 就考足英数三样 又是 那出来的小孩 当然是说 认识的 他当然是说 认识的 是真的假的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又不知道 对方那些学校 要选择什么 成绩的小孩 我都不知道 其实很多家长 都想子女 考到一些出名的小学 尤其是一些 有迷直属中学的小学 就更加是家长所向往的了 他们认为 入了一间这样的小学 就等于进入一间好的中学 甚至是进入大学的最好踏脚石 但是由于学位有限 以至造成强烈的竞争风气 对于家长和弟弟哥 都造成很大的压力 在小学方面 亦都深受尼曼于整个教育界的 强烈竞争精神所影响 令到很多小学 也变成偏于注重 传统教育的机构 以传授货本知识为重点 造成的结果 就是教师忽视了学生的群体生活 以及在得育和情绪方面的发展 同时有很多学生 由于某些科目比较差 而需要留班读多一年 也都不是健全的方法 因为留班的学生 要将全部的科目由头读过 很容易会生厌 而且由于年纪 比同班的同学大了 以前和年纪 聊得起的同学 又已经升了班 所以对于留班生来说 学习的情绪 实在是受到影响的 为了改善在幼儿中心 幼儿园 及小学三方面的情形 陆皮书是作出一连串的建议 我们将会在第二节 和各位逐一讨论 陆皮书指出 意识幼儿中心所提供的名额 实在是供不应求 而且估计需求量 会在未来十年 是会不断地增加的 故此希望在十年之内 能够全面提供多些幼儿中心的名额 陆皮书又建议 对于那些现时设有幼儿班的幼儿园 应该另外注册 而需要达到幼儿中心的法定标准 否则就要在四年之内停止办理这些幼儿班 陆皮书又说 现时对于非牟利幼儿中心的资助 是应该停止对日托的幼儿中心 给予直接的资助 而转为对幼儿中心内的弟弟 视乎每个人的需要 而给予个别的津贴 犯法是根据按给递减的资助计划 而在幼儿园的弟弟 亦将会获得同样的津贴 因为绿皮书里头建议 例如如幼儿园那方面 就要将学生的人数 由45人减到30人 另外又要增加他们学校的设备 第三方面 司资就一定要接受这个训练 由于这几种的建议 他们的开支那方面 是一定会增加了 所以绿皮书预测幼儿园的学费 将会增加到90元一个月头 由于要照顾家境清贫的学生 所以现在政府准备 实施这个按给递减资助办法 这个办法是相当复杂的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 假如一个家庭有六个成员 他们住在新区里头 如果家庭里头没有收入 根据公共援助 他们大概收到 1140元的公共援助 一个月头 如果他们接受公共援助 那90元的学费 由政府直接交给有关的幼稚园 他们子女就读的幼稚园 一句话 他超过的数字是60元 在超过数字的60元里头 有20%应该为他们的子女交学费 换句话 就是有12元 需要家长交学费 那个学费是90元 家长就出12元 其他剩下的78元 就是由政府根据新的资助办法 交费给幼稚园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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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幼稚园擠逼的情练 绿皮书建议将现时 每班最多45人的规定 分4年递减至每班30人 而他们只能够收取3岁8个月 至到6岁的弟弟哥 课程是一年至到两年 每日不可以上课超过4个钟头 而在私之训练方面 将会推行一项有系统的在职训练计划 至于目前教育师储 辅导士学储 为训练合格幼稚园教师 而举办的两年制在职课程 学位容额将会扩大 以便每年可以容纳教师120名 同时建议将课程移交教育学院办理 除了扩充上述两年制的课程之外 政府还认为必须举办 为期较短的课程 因此 陆皮书有建议教育师储的 辅导士学储 开办一项为期12个星期的 部分时间征收在职课程 每年举办两期 每期可以训练180人 第一期将会在81年9月开办 读完两年制课程的幼稚园在职教师 就将会成为幼稚园合格教师 而读完12个星期课程的 就叫做合格幼稚园助理 由1984年9月开始 每间幼稚园必须聘用最少一名 合格幼稚园教师 或者合格幼稚园助理 到了1990年 应该有75%的幼稚园教师 已经受过适当的训练 一份这么大的礼物 什么字啊 卡的三封 鹿皮书又建议 学前教育不应该强迫儿童 学习某些科目 而应该给他们学习的机会 和鼓励 课程方面应该注意五点 第一呢 就是群性和情绪的发展 例如通过集体游戏 角色扮演 和戏剧表演等活动 鼓励儿童产生一种认同作用 因而接受他人 同时培养起自信心 你的喉嚨快点吗 回上来 我来检查 我们拿一瓶瓶来吧 你姑娘给你拿东西 去吧 每次吃四次 每次吃一架 拜托 第二呢 就是让他们有 引发概念形成的活动 例如利用游戏材料 和有教育性的玩具 让弟弟可以进行探索 观察和把资料分类 以便将来了解比较复杂的意念 第三呢 就是要帮他们促进语言能力的活动 多点鼓励他们听故事 和讲故事 以及玩其他的游戏 都是可以帮助他们 以明确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和感情 他们在这里 终于帮他们吃饭 从狮子大大做到狮子 在狮龟当中的泰盘 所以走得很晚 他们走到狮子 走到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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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狮子 马隔着狮子 在狮子 突然之后听到来声 他又不知道是什么 原来一只猪鹅 他又接到狮子 他便当狮子 有钱 他一时就换狮子 他一时就游泳 他便做得很开心 太陽伯伯已經下山了 他們又不捨得走 看爸爸媽媽掛著他們 他們就走了 第四就是要有啟發創造力的活動 這些活動可以通過美術教材 鼓勵弟弟去做 例如畫畫、摺紙、玩黏土等等 使他們有機會創作和表達自己 第五就是促進動作能力的活動 主要是改善弟弟的四肢協調 由於小學入學時 嚴重影響到幼稚園教育的設計和策劃 也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課程 令到很多家長要他們的子女考入名校 以至造成強烈的競爭風氣 使得弟弟受到不必要的壓力 或者使得幼稚園得到恰當發展 循序漸進、培育學童的心智 故此當局需要訂立分配小一學位制度 免除各種競爭性的入學測驗 在這個新的分配辦法 其實未曾詳細有一個肯定的建議 但在綠皮書中認定 控制小一入學是有它的必要 原則上是要將香港分為若干學校網 但因為入學網的關係 所以網比較現在一般的 升中一的學校網比較小 換句話說 這個小一入學的網的數字 會大於現在的升中一的學校網 是很多很多 甚至是三倍、四倍 我們初步的建議 大概他們的學位15% 留給學校著情去分配 它分配的原則是根據幾個因素 第一就是他們學校宗教的背景 第二就是那些申請人 他們有兄弟姊妹 在那間學校現在就讀著 第三個因素就是視乎那個申請人 跟那間學校過去的連繫、關係 在這些學校分配了 這些著情辦理的位置之後 所有家長需要填一個申請表 將他們的網內所有的小學 根據他們家長的志願 先後的程序填上表上面 我們收到這個表的時候 就會考慮到申請人 他們現在有沒有兄弟姊妹 在那間學校就讀 第二個原則 看看那個申請人 以前他們的家長 他們的兄弟姊妹 有沒有在那間學校就讀過 然後最後就根據那個家長的志願 然後才分配這個學位 在小學方面 綠皮書又建議 小學強迫教育的入學年齡 仍然保持是六歲 但是六歲以下至五歲零八個月 就可以由家長自由選擇入學 教學方法就應該盡量採用活動教學法 尤其是在小學低年班 是應該全面實行 這種教學法是著重學童本身的學習 而不是只聽先生的講授 目的在鼓勵學生一邊做一邊學 在這種教學法底下 學生有機會按自己的能力和進度去學習 這種教學法 通常是將一班學生分為若干小組 但是分組的數目 和每組人數就不宜過多了 大致可以分為五組 每組七個學生 所以綠皮書建議 採用活動教學方法的每班人數 最多就是35人 還有教師方面 通常是由一位負責一班學生的所有科目 而不需要將上課的時間分為若干節 但是中英文和體育等科目 就將會由其他的教師負責 在指定的堂數上課 一 二 三 成 五 六 綠皮書又指出 雖然在官立及資助小學的教師 大部分曾經在教育學院接受專業的訓練 但是教育概念會改變 而教師必須適應這些改變 以及如果教師沒有機會檢討他們的工作目標 就會漸漸不思進取 停滯不前 故此綠皮書建議 舉辦有系統的教師進修課程 尤其是實行活動教學的教師 就更加應該接受進修的課程 每一個教師都應該接受兩期連續的訓練 每期約為八個禮拜 教師需要在最初從事教學工作後 五至十年間接受第一期的訓練 大約再過十年 然後再接受第二期的訓練 由1981年九月起 凡是新任教師都需要接受進修的訓練 至於現任的教師 教育師應有權指定任何一位進修一項或者多項這一類的課程 然後再根據ABC這一前提是甚麼 綠皮書又建議 必要時所有的學校應該開始啟導班 以及推廣這一類的輔導教學 同個別的學生補習他們比較差的科目 讓他們不用留班 而留班只適用於因健康欠佳 家中有困難 或者其他類似難題 以至大部分時間缺貨 以至趕不上功課的學童 綠皮書又建議 教師與班級的比率必須要增高 由1.1對1增高至1.15對1 那即是說 由每十班有十一個教師 就增加到每十班要有十一個半教師 對於其他改善學前及小學教育方面的建議 以及有關的細節 綠皮書內都有詳細列明 而要將這些建議實施 經費方面 在明年是需要大約八千萬元 以後幾年就會每年遞增 到了1985年 每年將會用大約一億七千萬 以時有關的建議 都是在綠皮書階段 而作為政府作出決策前廣征民意之用 你們有什麼意見 如果有的話 請在本年七月底前以書面提出 一切的建議 將會有助於政府作出確實的政策 及將來白皮書的議定 進入者 進入者 進入者